之内的运动员很可怜 他们没有钱 所以他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 他们有时候不得不 最后给共产党跪下 他们再好的成绩 都是那一瞬间 拿了一个奥运会冠军 在他们十年八年里面 你下林丹 他会很惨 现在都已经 五十多万的机票钱 都拿得出来 对吧 跟别人最后上了法庭 被别人强制 说是被执行人 对林丹 那是最火的了吧 你都听了 又打了多少奥运会冠军 又在这个各方面 又出席什么这些 什么综艺节目 是吧 我再告诉你一遍 他们只要脱下官衣 像林丹啊 什么这些 本来都是军队的 他是八一 羽毛球队的 后来他就是为了 能出来所谓拍广告啊 能出来参加综艺节目啊 包括他 包括大羽 羽毛球队什么王涛 包括那个刘国良 他们原先都是我们八一队的 这几个全是我们八一队的 但是他们累了上上 全部把军装脱了 前两年所谓还可以 是吧 这帮共产党不纠结这些东西 让你们参加综艺 让你们多挣点资本的钱 现在你也让你回到解放节目